大家好,今天我收到了两块苹果机器上面使用的硬盘 这两块盘里面有其中一块是真的,另一块是假的 大家觉得哪一块是真的呢? 上面这一块是真的,当然另一块也不能说它完全是假吧 这一种应该是叫做兼容盘 苹果机器里面原机自带的硬盘品牌一般是有三星、闪迪或者是东芝这几类 原装盘里面这个型号我在近两年是接到过挺多的 算是比较耐用的一款了 这一款一般用在13到15款的机器上面 满打满算,我手上的这一块也用了将近十年了 因为它的生产批次是14年初的 所以它们正忙的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超时服役 一般雇它用个三五年就可以换新了 故障基本都是清一色的调护件 这一款也是最后一代支持拆颗粒分析的三星了 刚才我已经上机测试过了 这一块盘它确实是调护件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直接闭着眼睛把它这八个颗粒全部都给干了下来 顺便把上面的黑胶也清理干净了 刚拆完黑胶这一整个现场稍微有一点混乱 这块盘如果需要恢复里面的资料 是需要把这些芯片里面的内容逐个读取出来做单独修复的 桌面现在我已经刷新了 颗粒也正在读取中 那咱们接下来重点看一下这块兼容盘 不得不说这个外观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不过好在现在的苹果笔记本里面的硬盘是已经直接焊死在主板上了 你自己想换也换不了 即使真的要换也只能上那种原装的BGA颗粒换全套 上面这一个主控还特意涂黑了 厂商这是要掩盖什么吗 而且这个颗粒还有两种不同的批次 上面这两颗还有下面这一颗是1910批次的 中间这一颗是1934批次的 这一块盘之前是在其他地方维修过 但是没有修好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修这种兼容盘 根据它这一整个主板布局来看 它采用的主控有可能是2263XT这一类的主控 因为这整体的布局非常的像啊 如果我这时候再拿出一块公版的63XT料板 放在一起对比 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 上加那边加焊过主控还有这些颗粒 后面这里还连了一坨锡 这个有可能是硬盘的短接点 然后电源芯片 还有这些电感 全部都被干过一遍 先上电看一下吧 这个需要用到转接卡 电流现在还是可以跑上来的 有0.28 现在上级测试 它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我摸了一下它这一个主控 现在也是冰冰凉凉的 又看了一圈 这周围的电容都还是歪歪扭扭的 像是被风暴袭击过一样 而且这个电源芯片 旁边还挂了一颗锡球 咱们先来测量一下这个供电吧 供电直接对应这两个电感 我们来量一下 这两个电感的输出 都是0的 换到电阻档看一下 第一个对地组织 不到1欧 第二个也是一样啊 这个绝对是短路了 那么它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电流 就是硬盘它自身短路造成的电流了 虽然看起来比较像是正常的 2263短接电流 而实际上可能就是后面 这个电源芯片产生的 没错 这块盘它设计了两个供电芯片 后面这一个看起来是没有被干过的 那我们重点排查前面 两个输出位置同时短路 有可能是电源芯片它自身短路了 而且刚才旁边这一个吸球也能验证这一点 咱们先把这个电源芯片给它拆了 供电芯片拆完 这两路供电依旧是成一个短路状态的 有可能这一个主控底下也存在联系的情况 那么咱们再把这一个主控也一起干下来一探究竟 主控底下看起来还是挺好的 这一个被穿上黑丝的主控应该是63XT 虽然461N跟58H59H用的这个点位也是一样 MV鞋一下不带缓存的只有2263XT这一个主控 而且这一个主控的焊盘也完全可以跟63XT的料板吻合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找一个供体 这个是621N不对 这一张是63XTAD 这一个也是63XTAD 先干上去试一下吧 顺带验证一下我的猜想 主控我已经给它安装好了 顺带把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也重植了一遍 现在这个电压输出已经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OK 现在主控已经可以成功识别出来了 并且这个颗粒ID检测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现在可以实锤了 这一块硬盘上用的就是263XT的主控 咱们再把它这个短接点给去掉 短接点去掉以后 这个盘依旧是识别出一个1G的分区 有可能是我这一个主控的版本不对啊 因为63XT这一个主控它一共有三个版本 早期用的是AB 后面用的比较多的是AC还有AD 刚才把这个AD干上去以后就直接掉到路模式了 证明它之前用的这个主控应该不是AD版本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玩一个刮刮乐 直接把上面黑色这一层涂层给它打磨掉 看它里面用的真实版本是什么 我们从中间这里刮开 可以看到这个主控它用的就是2263XTGAC的版本 还好它用的不是AB后缀的远古版本 因为AB版本的主控我这边也是真的没找到 那么接下来我们插一块AC的料板 把这个主控给它干上去 AC的主控我又给它换好了 再试一遍 OK 硬盘可以读出来了 原始的故障可能就是它原来的这个主控挂了而已 被误干了一堆芯片 里面装的应该是苹果的系统 在我的视窗系统上访问不了内容也是正常的 当然另一块真家伙也一起被我轻松秒杀了 因为这个型号之前做过挺多的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做展示了 这里显示unload是因为使用了苹果的分区 软件没有显示出来而已 这个盘除了中间有个别地方损坏以外 就是红色的这一些区域啊 其余的地方应该有八到九成是好的 这是正常的 不然它就不叫坏盘了嘛 像以往说有不少的网友直接问我这边能恢复多少资料的 说实话我不可能隔着屏幕就直接回答出来的嘛 那种保证能恢复几层的 我的看法就是跟街上那些牛皮险差不多 像做我们这一行的大多数还是要看这些颗粒的脸色赏不赏这个饭给我们吃了 因为之前也确实遇到过不少是白忙活的 你像这种芯片太差的 看了也只能摇摇头 因为他们已经触碰到了技术的边界了 咱们也是实话实说 这些都没啥的 而且它具体能恢复哪一些资料 或者恢复成什么状态 也是需要拿到这块硬盘检测以后才能做统计的 今天这两块盘都没有翻车 算是给主我面子了 可能是看到假期快到了 硬盘降也不忍心让我加班 那么视频就先水到这里 在这里我也提前预注屏幕前的各位中秋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 好